上海的人力公司外头求职民众排排坐 不过看到白板公告又摇头走开 因为薪水实在低得可怜 北京的营造工地盖到一半就喊咖 到处都是烂尾楼 面对中国经济成长趋缓 人力过剩 房市低迷等等的重重打击 民进党举办座谈会 要探讨中国的经济风险 虽然习近平承认了他的经济有点问题 遇到了一些问题 可是他还说下半年的政治的 经济的情况是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外界对他的评估都是 没有看到实质的内容 中国大动作调降贷款利率 要活落股市 还祭出了融资奖励 希望促进产业升级 力拼全年经济成长率保五目标 不过在专家看来 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社会主义高过市场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权重的话 这个师傅们产生大的不确定性 他也不会去投资 他也不会去消费 即使他的经济成长率达到达标百分之五 那是用他的钱堆出来的 未来的副作用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产生 因为经济衰退 所以他越来越没有能力去买军购或者备战 所以我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风险 很多的认知作战不攻之破 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 正当中国忙于救世 专家认为任何的军演或战职作战 都只是恫吓作用 反而台商因趁机在全球建立更牢固的生产基地跟供应链 持续用半导体跟AI站稳国际地位 您新闻郑竹云庄博华台北报道